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接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经济战略面 波音是美国很重要的航空的支柱 航空业的支柱 航太产业都要靠波音 但是是水腻吗 还是流年不利吗 波音又在受挫了 除了他卖到中国的这个空的案子 被空八给揭标 蓝湖 大陆一兆元的订单又再度买入了300架飞机 是2019年发生的事情 在后续几架包括厦门航空等等 都弃波音而选择了空八 所以赤字1500万元 进的都不是到波音的口袋里 而是买了法国的空八 所以在财务上已经面临了非常大的问题之外 那么更有个惊人的画面又出现了 美国联航最新的消息 居然这个飞机在空中起飞掉碎片 256个人惊险迫降 看到画面上 他在空中还起火流火花 在基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画面 就突然在空中起火 是完全的被拍下来了 当然这班飞机上256个人有惊无险 经过1.5个小时之后 空中飞一飞 燃油在飞 燃油在烧 然后最后惊险又迫降回到了美国的机场 回到了纽瓦克机场 这个是波音777 被形容是不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为什么 因为它的安全性问题 还没有获得世界的认同跟肯定 737MAS 两场空难 造成了346个人上升 那么包括了在印尼 包括了在伊索比亚 两次的空难 那么大家就在问 他到底安不安全有没有问题 结果这时候他因为有个说法 发了新闻稿 涉嫌误导 被判定要赔款 直接付了2亿美元 跟SEC取得和解 要干嘛 因为总共要支付大概63亿台币的价格 为什么 因为人家还在调查整个空难的原因 这个MAS 就是737MAS 到底安不安全 起火的原因是什么 爆炸的原因是什么 最急原因是什么的时候 他突然发了新闻稿说 很可能是因为来自于机组的人员的操作失误 或者是维修的问题 所以被认为它是整个误导 甚至造成的产业很重要很重要的疑虑 那么现在波音还在裁员 更多的工作外报到印度 所以这美国这么重要的一个航太支柱 现在问题真的很大 再来看看澳洲 美国对于澳洲的压力真的那么大吗 现在有个新的组织 也是在联合国大会之外 同时召开叫做 南太平洋伙伴会议 这个高峰会的会议关系 是由美国 澳洲 日本 尤其来 英国 这五国参加的 但现在传出来包括了加拿大 德国 也打算要加入 这是六月份刚刚成立的 目的也很清楚 联合抗中 而这样的组织 给的压力是来自于澳洲是什么 你看澳洲在港口有个租约 达尔文港 本来是澳洲最靠亚洲的深水港 2012年起 就美国陆战队的达尔文部队派驻地点 结果中式企业2015成租 99年合约 本来是一个商业行为合约 结果现在澳洲政府在压力之下 被要求要重新审查 因为战略位置很重要 但澳洲真的这么想跟中国对抗 当然先前当马前卒副警长 冲突了很多次 可是其实因为离不开中国市场 本来他们并不想这样做的 你看最激进的澳洲外长黄英贤 最新谈话是什么 他告诉大家说 其实我们希望跟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 特别是在贸易方面 希望中国运用影响力 协助终结乌克兰战争 叫他当警长 这个是以前很激烈反中抗中的 澳洲外长讲出来的话 那么同时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还在出席英尼王的葬礼之后 一件事情公开的对中国喊话 他说要取消对澳洲贸易制裁 这两败俱伤 不管伤澳洲经济就也伤害自己 失去澳洲优质产品的机会 你看他被制裁的葡萄酒龙虾 甚至一度传出来说 牛肉也要制裁等等的 他吓坏了还一度 因为假消息赶快就出面来澄清 结果发现是假消息 无论如何告诉大家 澳洲其实很在乎 中国的贸易的合作跟进口 的确影响了国家的经济 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合作或者是要怎么合作 还是有很多的限制在里头 联合国的会议现在正在召开 尤其是乌克兰的外长会议 还在召开 在这个召开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都在进行 场边的外交 您刚刚提到的影响乐 或是很多其实都在进行 各种场边的会议 中国的代表王毅 他也进行了很多的场边外交 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 他有跟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部长 要会面的机会跟可能性 我们有留意到 王毅有特别到 美国对于美国的 中美关系的全国商会 或者是贸易总会 或者是中美关系的全国委员会 都有做演讲 然后有来邀请了寄行警来参加 然后来诉说中美关系的一个 大舰要怎么走 大陆还是再度的表明 他们很看重跟美国的关系等等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今天晚上 布林肯跟王毅也要会面 来谈事情了 你看布林肯跟王毅 坦白说 这一定是布林肯提出要求的 那你如果您是外交 您是韩国 您是韩国也好 或者是澳大利亚也好 或是日本也好 当初你们都配合美国 特别是澳大利亚跟日本 都配合美国 去遏制中国 或是对抗中国 对中国很不礼貌 甚至攻击中国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那眼看的布林肯 又再度的邀请 跟王毅的会谈 因为王毅之前 我刚刚强调了 在那样的一个会议中 释放出讯息 布林肯一定听到 布林肯他的老板拜登 也一定会知道 他们的国务院 也一定在研究 那是不是跟中国大陆 有什么样的磋商的可能性 因为大陆有提出 有一些五个不便 然后在贸易这个部分里面 愿意更加深 但是还有提出一个 在国际重大的议题上 是可以进行弹性的对话 那这个等于是 也对美国释放出讯息了 那你美国接不接 很明显的布林肯接了 接了能不能谈得好 也不一定 也可能还是谈不好 可是如果您是日本的外相 或者是您是澳大利亚的外相 那内心里面就谈忑不安 因为万一 中美的关系谈得还不错 那我当初当你 美国的马前卒 去对抗中国大陆 那我变成里外不是人 我就被出卖了 那所以对澳大利亚来说 他当然也会有压力 他也希望能够赶快调整一下 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态度 可是对大陆来说的话 对澳大利亚这样反复的态度 反复无常 我觉得大陆释放得更谨慎 谨慎的情形就是 你即使你放出这些讯息 那还是要提起言关系行吗 还要看你怎么做 我觉得现在对澳大利亚来说 你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很重要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我们也特别留意到 澳大利亚还是一直不停的加入 美国的所有的抗中 反中 然后遏制中国发展的 所有的组织 多边的条约 不管是QAD 不管是AUKUS 或者是您刚刚又跟我们介绍的 刚刚要成立的南太平洋论坛 澳大利亚 只要有任何反中 遏制中国发展的 在这个区域间澳大利亚全部参加 你一方面你的行为参加 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二方面你又说 我们要做贸易 岂有此理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同样的道理 对于波音也是一样 波音 大陆也已经说了 你如果卖武器给台湾 我就一定会制裁你 而你波音在卖武器给台湾的时候 大陆当然就制裁 那制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不买你的飞机 不买你的飞机 波音就没有订单 没有订单 少了这么大的订单 波音赚了钱就少 赚了钱就少 怎么跟空脱巴士来竞争 所以对波音来讲 他当然很焦虑 很紧张 因为他已经连亏损五年了 再这样继续亏损下去的话 裁员就势在必须 他已经在做了 总共你看看 现在是不是真的是流言不利的波音 本来是美国很重要的支柱的 甚至出去外交厨房都要帮忙推销的 那么这一刻面对的 包括安全问题 还有包括中国市场的问题 通通都面对非常大的考验 钱就要重点了 中国市场的问题是 他很根本的一段 但是我们也要看 他怎么样变成这个样子 先讲比较近的事情 拜登总统就任以后的 最近的一次对台湾台军购 批准的案子 10亿美金 10亿美金里面的主要项目有两项 一项是F-16V上面的 空队舰的鱼叉飞弹 另外一项是F-16V上面要用的 AIM-9X响尾蛇飞弹 然后中国大陆之后不久 就提出来就说要对波音 因为他卖给台湾 空队舰的鱼叉飞弹 要制裁 也要对雷神 卖出AIM-9X要制裁 我先讲这件事情表达说 可能地缘政治对波音 是有些影响 但是我想提的就是说 一个航太空公司 一个航空公司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讲 现在美国的登月计划 那个太空船 主导的也是波音 几次飞不起来了 表示波音在体质上 出了大问题了 已经 73G MAX只是一个项目而已 刚刚看了777也是一个项目而已 他已经出了大问题了 这个大问题 伴随于刚刚地缘政治的一些理由 会让人家更有信心 做什么样的信心 我就不买你的了 我讲讲波音公司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被政治人物搞坏的 刚刚讲地缘政治 影响到波音公司的市场的发展 但是政治人物介入波音之后 让波音的整个体质改变 我在中央大学气管系教授 其实波音公司里面 本身有一些很好的东西 比如说它供应链管理系统 是很好的 比如说它的那个 有一个品质管理系统 是非常好的 这是它原来有的东西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波音他们在经营上面 是以品质做整个导向的 以品质做这个导向 不知道哪一天 也不知道哪一天 就很明显 当有政治人物 成为他们所谓董事 成为他们大股东之后 把整个公司的经营方略 从原来的重视品质 飞机是要重视品质的 这个方向导成什么 导成看股价 看市值 整个方向就错了 我不是说这个公司 要不要赚钱的这件事情 公司当然要赚钱 但是以这种 以航空工业为基础的一个公司 它赚钱的基础 应该是在品质上面 前提是要安全 安全 这是最重要的 没有安全什么都不用说了 结果这个放掉之后 好的确他们的确在那一阵子 他们的市值股票等等都有增加 营收也有增加 但是公司开始毁坏 文化上开始毁坏 所以今天波音的问题 不只刚刚赖老师提的就是说 有地缘政治的原因 更重要的 它重新回到它体质上做改善 从人才培养 从组织观点上就要从头做起 不然的话波音基本上 会慢慢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 这个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光大订单飞了这件事情 连安全都出问题 汤老师怎么看 我们看看这个 刚刚我们谈到的 这个所谓的蓝色太平洋伙伴 这里面我们仔细看一下的话 其实就是五眼联盟 对不对 你这个加拿大放在下面 可能会加入还不确定 还不知道 那上面是日本 那日本因为你是太平洋的 你是在这个地理 地缘的这个因素加在里面 那另外还有个德国 这个日本跟德国 是新奇世界大战的两个强国 曾经 那现在当然这个情况不一样了 那现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了没有 没有法国 没有法国 法国在欧洲 他当然 他是想要很 有很 很大的影响力 可是他实力又有限 所以说是眼高手低 所以就出现状况 那现在这个德国这边 他的这个总理 萧之 他已经开始要 准备访问中国 就是因为 他们德国的几个大的汽车厂 在中国大陆 从一月到六月 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的厂 总共投资了100亿欧元 这个是创纪录的 这个创纪录的 就使得现在德国政府 虽然他说 我们不应该这么强烈的 来依赖中国市场 可是这些大企业根本不甩你 尤其你像他这个 这个福斯汽车 大陆叫大众 这个大众汽车 他还特别在新疆那边 加码投资 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他的做法是说 我要经由接触 来改变你 对我的印象 或者说我改变你的体质 意思就是 我不要用围堵的方法 因为一般他们都是围堵 所以说你看这个 大雨治水的话 你到底是你要用疏导 你还是要用围堵 这很清楚 那现在很多国家都开始 都是用这个拒绝往来 或者说是杯葛 或者是制裁 可是福斯汽车 他的做法是改变了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也会很大的影响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1960年代末 70年代 那个时候 当时德国对待 当时苏联的这个态度 意思就是说 我们很多地方 还是得合作 对立 可是我还是希望 我们慢慢慢慢的 经由接触来改变你 意思就是 用这种比较和缓的方式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双方都可以 在不损害双方的利益的 这个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达成 相对的这个协议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 有一些转变了 就说不像是以往 说我硬是要跟你对着干 硬是要来制裁你的 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里头 已经出现了这个状况 你说像这个 像这个澳洲 澳洲我觉得始终 始终他是一个区域小霸王 他在他那个区域 他最大 其他国家都是岛国 都小得不得了 所以说他的这个心态 他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他面对这些小国 他是老大 可是面对其他的国家 他又变老二 甚至老三 甚至老三都排不上 所以他现在 尤其又是美国在后面 盯着他 你必须要对中国强硬 可是你对中国强硬的结果 他现在知道 如果伤害了国内的经济 伤害的太严重了 所以说他想要有一些转变 万一到时候你美国跟中国 如果你达成了某些协议的话 那你这个澳洲 那你不是 赔了夫人又 陪了夫人又折兵了吗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 我是不是要开始 要走我自己的道路 这个是现在澳洲 他们准备的 一种抉择 我必须要收到